今天很多朋友更新了iOS3系统 和iOS2相比 iOS3有一些改变和操作和过去不同 这段影片简单快速让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3DDutch的改变改成的触觉触控 所以删除APP的方式 改成你现在要按住跳出二级选单 然后继续按住才会进入编辑模式 这时候你才能移动APP或是删除 再操作一次 就是你现在要删除APP的话 你要按住跳出二级选单 再继续按住才会进入编辑模式 第二个改变是你要调整自动亮度的话 现在原本是在辅助使用你 现在辅助使用一道的第一级选单 就是辅助使用显示语文字大小最下面 如果你希望自动调整亮度或是关掉的话 都可以在这边开启关闭 第三个是要更新APPSTORE APP的话 原本是在右下角可以找到更新的选项 现在改成你要点自己的右上角的图像 头像 然后 在下方 就能找到 你要更新APP就可以在这边更新 往下滑也可以刷新 就是在这边更新 可以一次全部更新 就是这三个改变影响最大 就是这三个改变影响最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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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